我可以單身一輩子 然後沒有野心的一個團隊 我們三個有野心嗎 各位 你們有不錯的醫生可以介紹給我嗎 我可以單身一輩子 我孤老終生 我真的沒有辦法選他們兩個當情侶 真的沒辦法 我選完了之後 你要我以後怎麼看到他 在你問完這個問題的瞬間 我們就是開始想兩個人相處的畫面 我已經直接想到兩個人接吻的畫面 不舒服沒辦法 我真的不行欸 這我沒辦法 你要叫我去慢慢品嘗你 我不行欸 這我沒辦法 誰會是好的另一半啊 我們這三個人當中 這事實擺在眼前啊 我是因為個性跟脾氣很怪啊 所以能接受我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那許孟哲是本身太神秘 好像有一點 但其實是我有的時候會比較悶一點啦 我有的時候會比較悶一點 話比較不多 那我選人輔的原因是因為他對於生活他有很多的 他會很願意花心思跟時間去安排 我生活比如說我們有這段假期要去哪裡玩 然後每一天要幹嘛 我覺得這個在情侶相處上會有很多的樂趣 因為我的人生是以家庭為主 我是家庭擺第一事業擺第二的人 然後再來我覺得在夫妻相處當中 我也會覺得就是沒有什麼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道理 我覺得其實兩個人相處應該是 因為我娶了他嘛 我就希望他能夠快樂 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生活 所以我覺得我會希望以他為主去生活 所以我也是在兩個人的感情相處當中 會比較容易比較願意說對不起的那一個 對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對老婆來說 雖然我可能自己也有點脾氣 也有點古怪 可是通常老婆都會比較願意接受 你都不老啊 對我們還沒有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沒有野心的一個團隊 我們三個有野心嗎 好可以可以誰的要求最高 你為什麼老是跟人家不一樣 你好像不是很了解我們兩個人 你是硬是湊在這個團體幹什麼 其實原本這張小刀要來他不能來 他就叫我說你幫我擋一下 鞋子他是個人要求很高的 他就是一個他會在演出前 然後會不斷的去練習 然後他會很小心在每一個細節部分 很保護自己 對那這一點是我自己沒有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他是對於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不管是目前幕後 他是一個比較要求 比較注重細節的一個人 我的個性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容易 自己把自己逼死的一個人 就逼到絕境這樣 然後要求高 那在團隊裡面我又很習慣的 就是很喜歡扮演著 除了要求自己出來也想要要求別人 希望達到某種程度 所以你說野心跟要求這個的話應該 應該是我了啦 我是比較不解許孟哲是 對我覺得我考慮的方向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講的當然是對的 但我想為什麼選王仁甫的原因是 因為他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所以呢常常我們在前期在討論的時候 他會為了這個 比如說這個秀好或者這個表演好 他會加很多很多的想法進去 我是前期的要求 我是後期的要求 你是初期我是末期 我們可以用前後期末期感覺好像表演完就沒了 為什麼我不一樣 為什麼我不一樣 你啊 一定是你 其實你的那個吃 無事物客的吃 你已經是一個潛意識的行為 就是你走到看到有食物 然後你就會順著拿然後就塞 人就走了 然後你會不知道剛剛到底有吃什麼 對 這麼嚴重嗎 你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走過去 然後那裡有食物你就會順手拿起來 就不自覺拿起來就吃了是不是 對 欸我跟你講我真的不誇張欸 我以前啊跟朋友在吃飯 然後我們在看電視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餐桌 然後我們是做對座 然後那邊是電視 然後我跟他這樣聊聊一聊 然後看電視然後再聊一聊 然後我們就在看電視看看 他就停下來一直看著我 然後我說怎麼了 因為我們吃雞腿便當 我自己把我便當的雞腿吃完了之後 然後我去夾他的雞腿過來吃 然後 過分 很過分 他就說 你在吃我的便當欸 我說有嗎 我不知道欸 然後我再看一看 欸對耶 我的便當都好的 我去吃他的便當幹什麼 對你那個真的是下意識 真的齁 好嚴重喔各位 你們有不錯的醫生可以介紹給我嗎 那你為什麼會指他咧 因為我覺得他很厲害啊 他就是孟哲很會吃啊 他也是什麼東西看到他也是 會吃會吃會吃 我就覺得他 他是現在是因為他現在有在節制啊 可是在他之前的話 之前是沒有啊 非常恐怖 他在我們556裡面 哇他吃東西是大食怪 大食 哇什麼東西都塞塞塞塞塞 我有時候看他我也覺得好厲害喔 對我現在跟很多人講說我很會吃 他們都說有嗎還好啊 對啊現在沒有 我說我只是沒有要展現給你們看 我如果真的要吃會嚇到你們 對 但是我存在著 我一直存在著 和你一起的照片 仍在我的手機上貼著 拜拜 拜拜